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谢利尔·桑德伯格》和亚当·格兰特合著的另一种选择。 谢利尔·桑德伯格商业领袖、慈善家、Facebook首席运营官、著有畅销书向前一步, 并创立了旨在鼓励全球女性勇敢实现自己报复的女性社区。 亚当·格兰特知名心理学家、沃顿商学院最受好评的明星教授, 研究内在驱动力和人生意义的顶级专家。 亚当曾获得美国心理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成就奖, 同时他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本书将谢利尔的个人经历与亚当关于培养复原力的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 进行了深入分析及阐述,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人生中的选择弊。 这本书将帮助我们充分了解选择弊, 勇往直前乐观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失败, 重新找到快乐与幸福。 读完本书,你会学会用复原力和快乐战胜悲伤。 当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利尔·桑德伯格在45岁时突然丧偶时, 他有两个上小学的小孩,年纪轻轻,就失去伴侣的悲痛, 加上要独自抚养孩子的现实,让他陷入了震惊和悲伤的漩涡。 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个朋友的支持中找到了安慰, 他的朋友给了他关于复原力、悲伤和快乐的寻证研究。 在一个脆弱的时刻,他对他的朋友大喊, 他想要他的丈夫代夫。 他的朋友说,那个选项,A选项,已经不存在了。 本书是关于面对失去的现实,培养复原力和充分利用B选项。 通过本书,你会了解到,如何克服三个P, 肩默效应有哪些危害, 为什么你悲伤的亲人需要一个紧急按钮。 创伤通常会导致应对三个P。 如果你遭遇了个人悲剧或任何创伤或改变生活的事件, 它会极大的改变你的世界观。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指出了对悲剧的三种常见反应, 他称之为三个P。 第一种是个人化,将悲剧归咎于自己。 作者谢利尔·桑德伯格的丈夫, 在墨西哥度假时去世后,他就经历了这一阶段。 由于最初的医疗报告将死亡原因归为 从健身器械上摔下来造成的头部创伤, 谢利尔责怪自己没有密切关注他的丈夫。 但谢利尔的哥哥恰好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他确信最初的报告是错误的。 他试图让谢利尔相信从这么小的高度坠落不会致命。 果然,第二次尸检证明他是对的, 谢利尔的丈夫死于心律失常, 死因是一种未确诊的冠状动脉疾病。 但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谢利尔的个人化, 他开始问自己, 为什么我不更努力地改变他的饮食, 或者让他多看医生? 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医生, 再次试图向他保证, 这不是他的错, 任何单一的生活方式改变都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另一个常见的反应, 也是三个屁的第二个, 是普遍性, 痛苦和悲伤会触及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作为犹太人, 桑德伯格夫妇举行了为期七天的师婆节, 后来他的孩子们都回到了学校, 谢利尔也试图重返工作岗位, 但他丈夫的死让他痛不欲生。 在工作会议上, 谢利尔总是忍不住流下眼泪, 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就导致了第三个屁, 永恒, 即感觉疼痛将永远持续下去。 这可能是最难克服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感到沮丧时, 很容易认为负担是如此巨大, 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它。 但在接下来的内容里, 我们将了解如何继续前进。 首先, 培养复原力是恢复快乐生活的关键。 桑德伯格的一个朋友这样描述他的悲伤, 这三个屁会让你觉得你被悲伤压得喘不过气。 尽管你感觉自己无处可逃, 但还是有出路的, 找到出路的第一步是培养复原力。 复原力是指, 理解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 痛苦和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认识到痛苦、衰老、疾病和失去是不可避免的, 非常重要。 它被认为是佛教的第一崇高真理,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生活的这个事实, 我们才能开始减轻痛苦, 战胜我们的恶魔。 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认识到并欣赏好的与坏的。 做到这一点并帮助度过这些艰难时刻的一个方法是, 每天记录你的情绪状态。 为了变得更好, 你需要承认自己的感受, 不管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 这样你才能处理这些情绪, 让它们消失。 否则, 如果你压抑或忽视你的感觉, 你只会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它们困住。 谢利尔·桑德伯格把日记放在床边, 每天晚上写下一天中的三个快乐时刻, 这足以缓解他的情绪状态。 他也开始记录自己的成就, 即使是最小的成就, 比如按时上班、 洗衣服或者是煮一杯浓香的咖啡。 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 但认识到这些事情会帮助你 把注意力从消极的事情上转移开, 并提醒你, 即使在你悲伤的时候, 积极的经历仍然是可能的。 没有人的一生是没有损失和痛苦的, 你认为永远快乐的人也会经历起起落落, 他们只是拥有很强的复原力, 能在困难时期看到仍然存在的美好。 其次, 学会找到快乐, 能帮助你继续前行。 处理悲伤的一个棘手的部分是, 允许自己快乐。 在遭受损失后, 你可能发现自己喜欢笑, 然后感到羞愧, 但是没有必要。 当我们在悲伤的过程中, 加入这种悔恨, 只会让我们更难培养复原力。 对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来说, 另一种常见的羞耻形式是, 幸存者的懊悔, 并问自己, 为什么我爱的人死了, 而不是我? 这种罪恶感并不局限于死亡。 在经历了一轮大规模裁员之后, 你可能会经历这种情况, 或者你可能会因为幸免于难而心存感激, 但当你的同事失业时, 你可能会因为开心而感到羞愧。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可能会从思考, 你所爱的人想要什么中得到安慰, 他们当然希望你快乐, 而不是因为你因为还活着而感到内疚。 同样重要的是, 要认识到, 在极度绝望的时候, 是有可能感受到幸福和深刻的使命感的。 例如, 谢利尔·桑德波格有个朋友叫维吉尼亚, 他53岁的丈夫在睡梦中突然去世, 几年后, 他的儿子在女儿婚礼的前夜, 死于服用过量的海洛因。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悲伤而崩溃, 但维吉尼亚觉得, 继续举行婚礼是很重要的, 即使他不得不计划第二天儿子的葬礼。 他还从儿子的死中寻找到新的意义, 并认识到他可能带来的好处, 他开始在当地的毒品预防项目中工作, 并倡导更好的历法。 维吉尼亚认为, 在悲伤的时候找到快乐是很重要的, 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你可以通过, 从事新的爱好和活动来找到乐趣, 比如锻炼、艺术或演奏乐器, 比如钢琴。 谢利尔在重返钢琴中找到了巨大的乐趣。 第三, 和那些正在应对创伤的人团结在一起, 有助于愈合伤口。 也许你听说过乌拉圭橄榄球队 1972年在安地斯山脉坠毁的著名故事。 在33名坠机幸存者中, 有16人能够忍受致命的严寒, 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凡的复原力的例子。 他还表明, 复原力不仅存在于个体中, 也存在于那些能够共同获得力量的团体中。 在痛苦的72天里, 幸存者面临饥饿、血崩、冻伤, 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吃死去的队友和亲人的冻肉。 更令人震惊的是, 即使他们通过坏掉的, 只能接收而不能发送信息的无线电, 听到搜救队被取消的消息, 他们仍然保持了希望。 一种产生希望的方式是, 通过分享他们回归生活后的梦想, 比如开一家餐馆或农场, 与他们所爱的人共度时光。 但是光有希望和交谈是不够的, 至关重要的是, 他与心理学家所说的脚踏实地的希望相结合, 这种希望发生在采取行动, 使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好的时候。 幸存者通过派遣团队寻找补给和住所来做到这一点, 这导致了一系列虽小但逐渐改善的情况。 首先, 他们找到了坠毁飞机的尾部, 他们利用残骸制造了一个绝缘睡袋, 这反过来又使他们在夜间保持温暖, 并使他们能够进行更长的探险, 最终在十天的时间里, 徒步四十八公里危险的旅程, 找到一个骑马的当地人, 最终获救。 当然,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来了解人类的复原力有多强, 尤其是当他们是拥有相同经历的群体中的一员时。 这就是为什么团体的支持可以在悲伤过程中提供很大的帮助, 他们不仅能理解你正在经历的事情, 还能帮助你实现目标。 第四, 不要害怕承认别人的痛苦。 你是否知道有人失去了心爱的人或经历了一些其他创伤, 并且你避免与他们交谈或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 直到他们结束悲伤。 这是一种普遍的感觉, 你甚至可能说服自己, 给他们空间是在帮他们的忙, 但沉默和孤立无助于他们重振精神。 心理学家给这种朋友起了个名字, 他们避免提起痛苦的话题, 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很好, 他们是一个不问问题的朋友, 践行着肩默效应。 虽然这些朋友没有恶意, 但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让悲伤的人感到比平常更孤独。 丈夫去世后, 谢丽尔·桑德伯格去朋友家吃晚饭, 她的朋友整个时间都在闲聊体育和天气。 这并不罕见, 无论她去哪里, 无论是演讲活动, 还是在公园偶遇朋友, 人们都会避免承认她的痛苦。 但这无济于事, 这让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 就好像人们看不见她, 也不知道她的痛苦。 所以,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正处于痛苦中, 你会发现, 一个小小的手势承认他们的痛苦, 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 那些问她, 嘿, 最近怎么样的人, 尤其使谢丽尔感到伤心。 因为她知道, 他们只希望她像平常一样回答, 很好, 谢谢, 你过得怎么样。 最简单的改变方式就是问, 你今天过得还好吗? 这表明, 这个人仍然在经历一段困难时期, 有些日子过得比其他日子好, 这是一种简单, 友好的表达同理心的方式。 当谢丽尔听到问题中的这个小差异时, 这帮助她敞开心扉, 坦诚相待, 处理悲伤。 当有人给她一个表示同情的拥抱时, 她也很开心。 第五, 你可以通过提供具体的帮助, 来缓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压力。 如果你真的想帮助那些悲伤的人, 承认他们的处境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 但也可以采取其他简单的步骤。 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会帮助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像给某人一个可以减少焦虑的紧急按钮。 1971年, 社会心理学家大卫·C·格拉斯和杰罗姆·辛格 做了一个关于城市压力的经典实验。 他们要求参与者解决谜题, 完成集中注意力的任务, 同时频繁地用巨大的噪音和音乐轰炸他们。 结果, 他们记录了许多压力的迹象, 如高血压和心率。 然而, 研究人员给了一些参与者一个紧急按钮, 他们可以随时按下这个按钮来停止噪音。 令人惊讶的是, 没有一个参与者真正使用了按钮, 但那些有这些按钮的人保持冷静, 犯的错误更少。 这个实验证明, 我们不需要按下紧急按钮来保持冷静和承受压力, 而是知道帮助是触手可及的就可以了。 这是你可以为你关心的人提供的, 就像那个紧急按钮一样。 本书作者之一亚当·格兰特认识一个自杀的学生, 所以现在他开始在美门课的第一节课上, 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黑板上, 让他的学生知道如果事情变得太困难, 他们可以打电话给他, 这是他提供紧急按钮的方式。 最好是提供具体的帮助, 不要只是说如果你需要什么, 告诉我。 这是一个常见的寒暄, 但它并没有让人们更容易寻求帮助。 大多数人都不想给人留下麻烦的印象, 所以他们通常会避免提出任何要求。 但当你提供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帮助他们买杂货或寻找新家, 他们会认为你的提议是真诚的, 是真的关心他们。 最后,总结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失去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从创伤和悲剧中恢复过来的关键是, 培养你的复原力, 让自己重新发现快乐和希望。 这意味着从团体和朋友那里获得支持, 而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 如果不是你, 而是你认识的某个人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 不要认为他们需要独处的时间, 相反,一定要承认他们的痛苦, 并向他们提供具体的帮助。 好了, 另一种选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